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卻在去年一档中国大陆真人秀而受到质疑 其实我知道大人的世界并不容易 可是你已经尽你所能 让我可以感受到那个童年都是快乐的 回想起来我的家还是满满的爱 是我长大才知道说 原来成年人的世界是多么不容易 所以你也尽了你的权利保护我 让我在那个状态之下 没有感受到这些压力 只要你不受伤就好 剩余的时间 做一些改载回的事 那其他的我们就不多做起事 母女手牵手的画面看似感动 不过整段画的背后 却是人人喊打的故事 而这一切都必须从侯佩岑的妈妈 林岳云开始说起 我给你放水先洗个澡 林岳云是70年代著名的演员 一双大眼配上甜美笑容 当时不仅如获许多观众 也勾走了已婚电视台制作人 侯世红的心 林岳云不顾侯的妻子是自己的好朋友 硬是当起了小三 1977年怀了南方的孩子 在怀孕期间 侯世红怕她无聊 带着她出去打麻将 进而认识了富商邱家雄 这一代却把自己的红粉知己 变成了别人家的祸水 侯世红有介绍她呢 去她的好朋友 就是邱家雄的家里 去打牌啊 去然后认识邱家雄的太太 也就是蔡贵造女士 是因为这样认识了 变成两家呢 就变成好朋友 有时候打麻将 蔡贵造就是跟她先生讲 那你就送林岳云回去 送坏了 对那这个一开始是温馨皆送情 可是后来后来就送出了感情 1982年 侯家接纳了侯佩晨 但正宫坚决不离婚 林岳云只好跟侯世红分手 但出演艺圈 就在这时 林岳云竟然介入好姐妹 蔡贵造的家庭 和邱家雄开始第二段婚外情 蔡贵造一直都被蒙在鼓里 直到有一次 两人相约洗三温暖 林岳云先行搭上邱家雄的车离开 不过外情这才曝光 怎么还没走 你老公不是来街走了吗 他说没有啊 我老公今天不来街啊 他说有啊看到林姐 上车啦 不能做坏事 所以就这样子变坑的 变坑后来他们又狭路相逢 又在三温暖 因为他们常常会去那边 然后呢 两个就隔着 隔着SPA床就交锋了 蔡姐就呛一句说 我一世都不离婚 你永远都是外面的 没想到 蔡贵造是国泰创办人蔡万春的长女 念高中时和举重国手邱家雄相恋 不过家人的反对 放弃出国念书和邱家雄结婚 有了蔡家的资助 邱家雄摇身一变成为地产大亨 最后却狠心被怕婚姻 跟着林岳云和侯佩岑 在嘉义别墅同居 一住就是31年 她是侯佩岑如己初 生活开销与留学学费 全由她买单 连侯佩岑婚礼 都是由邱家雄牵着她进场 不过就在2014年 邱家雄因为癌症 生命走到尽头时 生活起居几乎全由 正宫蔡贵造负责 商礼也是由蔡贵造来处理 同居几十年的林岳女母女 双双缺席 再看看一周刊当年的报道内容 说邱家雄离世的前半年 林岳云突然提出分手 不过她已经将绝大部分的遗产 留给林岳云母女 而蔡贵造只分到了房产给一些现金 林岳云拆散了两个闺蜜的家庭 没有去送中还拿了大部分的钱 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 难怪风平会差到极致 她曾以万般皆是命 半顶部游人来形容自己的感情路 在真人秀上则是这样说 只要你不受伤就好 剩余的时间 做一些改菜回的事 那其他的我们就不多 多做几事 其实我知道大人的世界并不容易 可是你已经尽你所能 让我可以感受到那个童年都是快乐的 虽然说上一代的恩怨情仇跟晚辈无关 不过侯佩岑这话却显得白目了 毕竟你快乐的童年 是建立在两个另外破碎的家庭之上 不过也看得出来 对于侯佩岑而言 林岳云是一个非常好的妈妈 她很少骂我 但是不能没礼貌 尤其是对长辈 所以她那个时候 我为什么会这样 是因为她要出来 把那杯奶大概拿出去到厨房去 然后她就看我很晚了不睡觉 她说你为什么照现在还在看电视 然后我可能就顶了嘴 说那你还不是没睡之类的 这就算顶嘴 顶嘴了 你说什么 然后我可能又说了回话 奶就来了 她其实很疼我的时候很疼 但是如果做错事 她比谁都严格 其实我还蛮喜欢这样子 就是我会知道 很多事是有界限 在林岳云的管教下 侯佩岑成成了一个既听话 又很正的人 高情商有学问 有气质 有外貌 与身父侯士红 邱家雄感情都很好 连侯士红的原配都曾经说 侯佩岑是一个好女孩 小S也在与她初次见面之后 就改变了对她的看法 在认识她之前呢 我常常会跟我老公看着电视 然后有她出现 然后我就会跟我老公说 你看侯佩岑 她真的很假 然后老婆就说 会吗 我就觉得她就是很端庄啊 是 我说她背后一定有一个别的人 这不是真实的她 她就是来双面人那一套 她背后是谁 我不知道 我就觉得她就是一直你知道 就是弄出端庄的形象 然后后来是有一次 就是在高雄舉辦金钟奖 然后我带我老公跟我公婆 然后那时候结束在饭店的一楼 我们就在那边休息 就看到侯佩岑坐在那个角落 一个人 可能跟工作人员我也忘了 然后老公就说 侯佩岑在那儿耶 你要不要过去跟她打招呼 我说我才不要耶 她跟妳家 因为她一楼无名火 然后她就说去啦 然后后来我就带着我公婆 跟我老公 我就说佩岑 然后她马上站起来说 我真的好棒 我真的好爱你 然后我就说这是我公婆 她说 你们真的娶到好媳妇耶 你们真的好幸运 现在就说你们很棒 你老公真的很棒 然后马上我就想说 哇塞这个人 不管他是真还是假 总而言之 他就是把我们家的人 弄得服服帖帖的 OK 所以当时你心里面 没有在饭饭 你说真够假 就是如果没有我公婆在的话 我可能会想说你这个假货 可是因为我公婆就很爽 我就想说能让我公婆开心的人 我就觉得她是好人 然后回台北 所以我就传简讯给她说 佩森 你人好好喔 然后她是我人生中 第一个遇到我跟她根本不熟 她就会说 爱你 爱你 你最棒 就是那种 我哪有 就是那种很重爱情 然后Love you 什么 希望再跟你做朋友 我还把简讯都我老公看 对 我还想说 我跟她熟吗 她给我传这么多有的伴 然后那时候我就想说 这个人实在是热情 到你无法不喜欢她 所以你就是小丑是不是 就是那首歌里的那种说 对 把眼泪流给自己 好欢乐献给你 这样面面俱到的一个人 可以说懂事 又或者说是八面玲珑 也因为成长过程的关系 她就像蔡康永所说的一样 对外总是想要讨好别人 连她大学的心理学老师 都曾经这样说 她觉得我好有礼貌 然后always都笑笑的 所以到学期末她就跟我讲说 她觉得我害怕 我上去演讲我也笑 她说我觉得笑可能会ease 她觉得说可能会 平复我的紧张的情绪 或是我愤怒的情绪 所以她说她希望未来我可以练习 希望我到大四的时候 当我不想做什么事情的时候 我可以不要笑的跟人家说 对不起我不做 侯佩岑做到了吗 我们无从得知 不过阿Ken的评论是这样的 或许可以这样理解 侯佩岑一直以来 无论在台面上 私底下都非常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 时间久了 就真的变成这样了 我们看到的侯佩岑不是假的 而是因为那就是她 对于侯佩岑来说 她心中所有的是非道理还有意愿 都比不上妈妈重要 无论是当初被黄伯俊求婚 是林月云先同意再让侯佩岑答应 还是带着妈妈上节目 重提过去小三的事情 试图洗白 她在我心目中是一个蛮 很伟大的女人 我常常都说如果我还可以 我还要再做她女 尽管林月云年轻时的情势 可受公平 但毕竟她是她 这一切的骂名 不该由女儿侯佩岑来承受 然而侯佩岑自己也必须清楚 自己母亲做的是错事 绝非一句 大人的世界不容易 就能够轻轻带过一笔勾销的